进入到罗马书第十六章 我们看到它大体上分两大块 第一块就是一节到二十四节 然后最后一部分就是二十四节到结束的部分 最后的祝福和问安 那在一节到二十四节里面 保罗处理了六件事情 首先第一点 一件事情就是一节到二节 他举件非比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三节到十五节 问罗马教会各位弟兄姐妹的案 并且让他们彼此问安 彼此亲嘴问安等等 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十六节下半节和 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 替别人带别人问安 挺摩泰等等 然后十七节到十九节 就是警告罗马教会的基督徒 关于假教师的事情 然后二十节上半节 也就是向他们保证最后属灵的胜利 最后二十节下半节就是祷告求主耶稣基督恩 与他们同在这样的六个部分 那今天我们将谈这个第一个部分 就是举件非比 在罗马书结束的这个部分 我们看到保罗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节到二十四节 进行了一个非常长的 而且非常不正常的 详细的个人问候 不寻常的 为什么呢 我们看其他的书信的时候 结尾的时候问候祝福很短 但是罗马书奇怪的是 开头的时候长 结尾的时候也长 之前我们也谈到了这个背景的可能性的因素 那他结尾的时候 问候的时候 详细的问候了很多的人 虽然他没有亲自拜访罗马教会 却如此详细的知道这个教会的情况 保罗很可能是透过他的同工 百基拉和亚基拉间接的了解到的 百基拉和亚基拉已经跟保罗很熟了 同工嘛 所以他在罗马 然后在那服侍的时候 我们看问候里面也提到他俩 然后可能透过他们获知了 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 而且我们看到保罗对他们有极大的关注 开始的时候 九姐就提到了他 他常常把他们放在心上 就是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 用心灵所侍奉的神 可以见证我不住的纪念你们 提到你们 然后常常为你们祷告 可见保罗不只是听到他们的消息 而且他因为心里面惦记他们 所以给他们祷告的时候 因此他们的情况 他很熟啊 点着名 然后问候他们 甚至名字前面修饰 一些修饰 所以详细知道他们的情况 那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这种问候 虽然后面我们会讲 那这种问候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第一 其实保罗在强调 你们是我极大关注的对象 不光是我是外邦的使徒 你们是我服侍对象 也同时也表明 我常常纪念名为你们祷告 然后第二呢 其实也在预备他的工作嘛 对不对 前面打了招呼那么长 因为他没有见过面嘛 所以其实建立他以后访问的这个基础啊 这是幕会型宣教策略方面的 我们不能从单从社会社交手段的角度 可见保罗的幕会当中 也有这样的智慧和真诚跟他们谈论 表达我对你们的这种关切啊 然后呢 他这样反复的这样详细的去点名的时候 其实对于受信任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啊 哇 竟然保罗提到我的名字 竟然知道我 这样的话就有利于他们以后的这个事风啊 而且保罗也是真诚的一一的问候他们 不是大概大概代表人物就那么提一下就行了 保罗非常用心的一一的去问候他们啊 也清楚可能所有扩张身国度当中可能存在的任何障碍 所以在这里面这样长的问案啊 和长的引言和长的结尾是有共同的这种事工方面的考究 他不是亲力建立 他们关系之间没有有这种深厚的互相了解的基础等等 都可以考虑 但是比起这个保罗那种真诚的服侍的那种态度 的的确确平时纪念他们为他们祷告 不只是口头上说一些让人听了舒服的话而已啊 真诚的这样给他们祷告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在详细介绍每个人之前 其他都是问候 详细问候之前 他奇怪的是先推荐了一个人 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菲比 而菲比又不是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 那言外之意呢 其实就是介绍他 向他们举荐嘛 介绍他 那首先我们来看 他举荐菲比姐妹啊 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 她是尖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 那首先提到了举荐啊 其实就是介绍或者是推荐 早期教会呢 他们虽然交通不像现在有飞机 有动车这么方便 甚至再慢点坐船 以前是完全靠风力 先进一点人力 人力一般都是军事或者是政府官员 个人的话都是靠风力 那现在是这个飞机很快 动车也很快 那当时呢 虽然交通比今天不发达 但是罗马帝国 条条大路通罗马 这个交通相对已经很发达了 即便如此 仍然是比起今天是交通 那个所需要的时间长嘛 不那么现代化啊 但是即便如此当代呢 他们那种旅游到处去走动 是比较发达的啊 当时的学者不像今天啊 读博可能就在某个学校里 图书馆里 顶多参加一些研讨会去发表等等 当时的那个博士是走到各地去 与那些那个学者见面交谈啊 看 所以包括旅游等等 所以那种人口流动 其实很发达的 那在这里面 推荐是非常必要的 到某个地方 需要当地 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有人接待 有人接纳 有人 这个就很方便是吧 减少了很大的困难 对于我们今天一样 虽然现在大家都用小红书 在网上一查 便宜的什么民宿 或者高级的宾馆 去哪儿住交通 我刚来韩国的时候 根本没有这种方便的 所以依靠教会 教会在这当地生活久的前辈 互相介绍 怎么找工作 租哪儿房子 互相介绍 完全靠人力 现在不需要 这个没来中国 现在的同学们 进这个韩国留学的时候 人在韩国 在中国呢 把房子就可以租下来了 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技术性的发展 但是即便如此 现在也是到哪个地方去 能够有认识人 有人接待 这个是心理上是很很大的一个安全感 所以当时呢 比较流行这种推荐 推荐 所以基于菲比呢 那比起保罗 菲比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更陌生 保罗最起码有名气 有那个特殊的那个身份 虽然没有直接见过面 经过介绍的话 多少还是有权威的 但是菲比呢 他们比较陌生嘛 所以他就介绍推荐这种 写推荐信或者怎么样 保罗曾经也说 我到各处不是靠着人的推荐 不是靠着人的推荐 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 写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可以证明我是使徒 我不需要靠谁的推荐信 所以当时那种推荐 取得信任 接纳 接待 这种文化是比较普遍的 所以在这里面保罗推荐菲比 可见是菲比要去罗马 那这里面菲比是何许人呢 这里面保罗介绍他说 是菲 尖格力教会中的女执事 菲比这个名字呢 在圣经里面唯一出现在这个地方 明显这里面介绍 他是尖格力教会当中重要的成员 不管说他是女执事 后面又说他帮助很多人 救济很多人等等 他急急参与服事 然后似乎言语当中暗示了 他要造访 要到访罗马 所以提前让他们欢待他 接待他 那他很有可能是一个犹太人 那这里面提到了 那尖格力教会 尖格力呢 是什么地方呢 尖格力呢 是萨罗尼克湾上的一个港口 萨罗尼克湾上的一个港口 然后透过一连串的这个成蕾 与哥林多相连 保罗曾在哥林多逗留18个月 在那宣教的时候 而且尖格力距离哥林多只有 现在计算的话10.5公里 很近 因此呢 保罗很有可能是有机会到那里 甚至是或者是与非比相识 那后面说到帮助 帮助他呢 当然肯定就是相识了 更何况如今保罗在哥林多 写罗马书的书是在哥林多 给摩罗马的弟兄姊妹 基督徒写信 并很可能受到保罗的委托 将罗马书这封信 由非比带到罗马教会 所以奇怪的 跟当地人受信人打招呼之前 先介绍他 因为他可能要带着信 去造访罗马教会 所以让他们先认识他 然后接待他 然后之后才问候当地的人 所以这个就我们大概能理解 为什么在问候当中插入非比 先介绍非比 然后再跟当地教会的人问候 那这里面介绍他是 尖格里教会的女执事 可见非比不仅是一个 普通的信徒而已 而且是为仆人执事 保罗在此使用的希腊文词 就是diakonos 直接翻译的话 就是仆人 或者是执事 那因为每一个基督徒 在都是复活的基督 和其他基督徒的仆人 我们彼此服事 或者说我们都是基督的仆人 以前旧约里面提到什么 祭司 立威人 相比一般的以色列百姓 虽然广的概念是 以色列是侍奉神的民族 敬拜侍奉神 但是狭隘的是 当时有圣职人员 祭司 立威 亚伦的后裔 摩西的儿子们 侍奉那些圣事 以色列百姓 只是作为一般百姓 去参与礼拜 献牛羊的时候 参与部分 大部分的核心的工作 都是由专职人员做 那到新约这个概念就 扩充了 所有的基督徒 借着基督 都要在神的面前 像祭司一样 虽然不是大祭司 大祭司只有基督 作为小祭司 却不需要 透过其他的中间 借着基督 就可以直接侍奉上帝 所以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 我们不是平信徒 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 所以我们过去 可能受的概念是 侍奉神的是 长老 执事 或者是组长 或者是牧师 由那些神职人员 双引号 那些特殊群体 其实每个基督徒 都应该侍奉神 这是圣经的概念 理所当然的侍奉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所以弟兄们 既然蒙了恩 你们应该为神而活 或活或死 十四章里面提到 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或活或死 我们都应该为主活 或吃或活 都应该为他荣耀而活 是吧 所以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成为侍奉神 我们现在翻译是什么礼拜神 可以翻译成那个词是侍奉神 敬拜神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仆人 应该有这样的 所以在这里面提到仆人和执事的时候 是不是这种概念呢 当然不是啊 这里面特别提到了 用教会的来修士 就特别举荐他 不是那种一般性的 他是个弟兄 他是个姐妹 你们就接待他 分明有特别的暗示啊 其实表明 非比在尖格里教会 由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八节到十二节中所描述的那种 执事的那种作用啊 很可能当时的地方教会 长久的那种恒长的长久的执事的职份还没上去 没有形成啊 但是新约圣经里面没有提供这种基础 让人确定这种执事所做的事工 执事具体做什么 但是有一些经文呢 部分的经文可以暗示执事可能做的事情 比如说石头新传六章一节到六节里面 新约的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建立起来以后 渐渐的这个说希腊文的 说希腊语的这些犹太人 散住在各处的这种犹太人 和住在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地区 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之间 这个因为寡妇这个分生活供应上 这个不均的缘故 结果造成了这个抱怨啊 所以保罗使徒们就 不是保罗使徒们就觉得 我们应该集中在传道和祈祷的事情上 不应该这个把精力放在这个 因为人口多嘛几千人 寡妇可能也不占少数啊 这样的事物去照顾寡妇 去救济去分配物资的事情 应该由专人去做 所以选出七个职士 然后去管理这些事情 使徒们就专心去祈祷传道 所以在这里面暗示了 执事们可能是涉及到救济的 财务的照顾信徒的 甚至探访病人的 救济穷人的这样的工作 那早期呢 还没有可能没有形成这种 特定的这种职份 但是应该是 就是在还没有形成那种教会组织 长老啊 尖格里教会可能是没有 还没有形成长老啊 明确的职士那种职份 但是那种人 那种角色应该有啊 所以在这里面 他举荐他的时候 是尖格里教会的女职士 当然学者们 关于女职士这个翻译 争论很多啊 这个教会里根本不能 这个不是女牧师的问题 是到底女性能不能做职士 翻译上有很多的争论啊 这个学者之间 我就略过那个环节 我们暂且承认她是女职士啊 所以即便不是正式的 我们今天概念的那种职士 案例或者设立等等 但是他做着那种 救济别人 帮助别人 接待别人 款待别人 从某种程度 可能他也是一个 非常地位显赫 经济富裕的这样的人 后面我们再进一步介绍 那在这他说到 他是女职士啊 所以他可能是探访病人 救济穷人 可能监管财务之类的 这样的工作啊 所以保罗推荐他 一方面让他去拜访罗马 然后顺便把信带给他 让罗马教会弟兄姊妹去接待他 款待他 但是究竟他为什么去罗马 我们不晓得 可能也有别的事情 后面也介绍了 所以在这里提前跟罗马教会弟兄姊妹 打招呼说 希望你们能够接待他 然后更重要的是 然后更重要的是 后面保罗罗列了一个双重的目的 就是说他为什么举荐 推荐 让他们接待 非比这位姐妹 这位直士呢 说到请你们为主接待他 合乎圣徒的体统 他在合适上要你们帮助 你们就要帮助他 这里面他邀请大家帮助他 有两个目的 两个理由 双重的目的 第一个 就是要罗马的基督徒 在主里按照圣徒所当得的去接待他 合尔本翻译是 合乎圣徒的体统 为主接待他 合乎圣徒的 为什么要接待他 第一点 合乎圣徒的体统 去接待他 当然这里面谈到接待这个词 包括欢迎他加入团契 新约里面我们留意保罗的书信里面的时候 要接纳他 是接纳他作为我们团契当中一员 那个意思 你们要彼此接纳的时候 我之前讲过 你们不要彼此接纳 不管是我饶恕你这个概念 把他当作我们这个小的群体当中的一员 一个家族成员 纳入到我们中间 真的像我们是一个共同体 一个团契 一家人那样去接纳他 第一层面是这样 但他也表示 帮助他找到所住 住所 食物等等 这样的需要 所以意思就是说 当菲比去的时候 不仅是把他当作是我们 你们中间的一员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陌生人 但是要给他提供住处 包括找房子 找的地方 提供食物这样的帮助 让他在那里 是吧 然后他在这里面用了一个修士词 就是说 在主里 请你们为主接待他 在主里接待他 那这个就是 不是因为个人感情的缘故 更是为主的缘故 那这个我们可以延伸到 主自己的教导 为主的缘故 接待一个小子 甚至给他一杯凉水 就是坐在主的身上 耶稣讲到这个最后 审判的山羊和绵羊的差别的时候 其中就谈到这个接待的时候 我病的时候 我渴的时候 我没吃的时候 我下奸的时候 那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 是讲 你们如何对待你们的弟兄 然后有人质疑 主啊 我什么时候接待过你啊 没有直接接待你是吧 耶稣说 你坐在弟兄当中 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然后反过来那些山羊野兽 我什么时候这么对待过你啊 你不坐在弟兄中的一个小子身上 就是不坐在我身上 所以为主的缘故 其实就是在主里面 把主的儿女当作主一样接待 一个共同体弟兄姐妹那样接待 为主的缘故 在主里面 在基督里面去接纳他 这个就是非常 一个是主耶稣的教导 一个是在这里使徒的邀请 符合共观福音里面 不类福音里面 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当然也符合上帝在旧约律法当中 给犹太人接待克里的 寄居的那种律法当中 教导的那种精神 所以在这里面提醒他们 要在主里面接待他 然后在这里面又说 那在主里面 在基督里面 就在本章里面 个人的问安和提名当中 也常常提到 在主里面如何 然后他在这里面继续说到 合乎圣徒的体统 什么叫合乎圣徒的体统 接待他合乎圣徒的体统 就是按着圣徒所当得的 前面说在主里面 现在是照着圣徒都当得的 你们这样接待都是新耶稣的人 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以犹太文化背景 也是正统 作为新约的教会 弟兄姊妹之间接纳 也是正统 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在新约里面 其他的书信 什么福音书里 这个约翰书信里面 包括保罗的 就不可以他们问安 连吃饭也不可 不能接纳他们等等 这个是抵挡那些假使徒 或者是假教师们 传异端的人 除此之外 弟兄姐妹之间 要彼此这样的去接纳 是合乎圣徒的体统 是应该的 保罗用他指示要表示 罗马的基督徒 应该给非比一个基督徒式的 按照圣徒所当得的 这样的欢迎 虽然他们未谋谋灭 没有什么个人感情和关系 但是这样去的时候 希望他们能够给他提供 一切可能提供的帮助 住的地方 吃的地方 然后接纳他 接纳他 这是第一点 那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 我之前也谈到了 对于当今的基督徒来说 如何理解这样呢 第一我们了解 当时的那种文化背景 当时那种旅游 犹太人文化 其实对于中国人 我觉得中国的文化里面 也有这个因素 对于外地人 随着渐渐的改革开放 随着城市化 随着楼房的建造 门与门之间 房道门 一个单元门 对面和对面 甚至有的时候不认识 大家都忙着工作 早起晚归 对面住了很久 都不知道谁是谁 除非是以前是一个单位 都搬在一个单位的楼里面 对面住的是老王家 谁谁谁都认识 现在几乎是不认识 大部分是不认识 好的情况是渐渐认识 因为什么社区里 共同活动的这种事情 也不太多 所以对面住的临时 也没有什么深情的交情 以前住在那种四合院里面 或者是住在这种平房里面 很少那个气围墙那种 一般隔着这个帐子 篱笆等等 邻居之间都有很亲密的 这种合作 互相照看着这个什么 小动物 互相照看个门 什么等等 有的时候这个门都不锁 等等 这样的情况 所以邻居之间互相亲密的 然后对于外来人 这种外地人的接纳 也是比较开放的 但是随着城市化 人越来越坏 什么偷窃的 最强越来越高 防盗门 然后人对那些骗子 外来人等等 警戒性越来越高 社会越来越复杂 然后就丧失了那种 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信赖和交流 所以原来我觉得中国 这个早一些 像我是70年代出生 懂点事了 80年代了 那个时候还尚且有这种 人与人之间互相接纳 等等提防 但是随着渐渐改革开放之后 越来越坏 骗等等 人与人之间开始 这种戒备性增强了 特别是进入城市以后 人和人之间的感情 更淡薄了 所以这种接纳 特别是我们来韩国 越先进的所谓的现代国家 比如说日本 父母和孩子之间的 孩子去父母家 一般不会住在家里 给他住住个宾馆 也不让他这个在自己家 韩国也是一般的情况下 不会邀请人到自己家 什么做饭 做个课 吃个饭 再加税 顶多给你 给你整个租个hotel 或者是motel 让你去住 所以他们渐渐的不太愿意 让别人知道我们个人的隐私 进入到我个人私生活 所以现代人这种接待 这种情况越来越难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 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像圣经 那个时代那样 但是这种接待的这种意识 应该保留下来 其中新约里面提到了监督等等 这种职份的时候 一定要有这种热心招待别人这种品格 这种特性 那你说传道人 这个不喜欢人 或者说怎么样 那个就很难啊 应该这个乐于接待人 这种特性 他为什么单独提到这个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所以我觉得今天 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个人主义 一个注重个人隐私 然后又这样的文化里面 又又加上这个借地啊 等等这种文化里面 我们仍然某种程度 当然要注意啊 比如说我们实践的时候要注意 像我是弟兄 成家了 有妻子有师母 那我要接待的时候 最起码跟妻子打招呼 对不对 那我说我哥们来了 你住我家怎么地 我是认为理所当然的是哥们嘛 是吧 或者说女生 闺蜜来了 理所当然住我家呀 那跑来韩国来看你了 住我家怎么地 但问题你家里有丈夫 或者有配偶的时候 那你就不能单独 你自己决定的 跟对付 对方 那个来的人 不是对方的闺蜜和朋友 哥们 可能会有些不方便 是吧 或者我们住的 一般我们也不是什么 有钱人住个100坪 三室一厅 或者怎么样 几世 那随便住 没有什么 双位的 互相这个洗浴和洗手间 都是单独的 那个倒还可以 对不对 但是即便如此 突然一个陌生人 对于另配偶来说 可能会成为负担 所以在接待实践的时候 我要遵守圣经 我就这么接待 要照着圣经 这个就不太明智了 尽量沟通好 既保持这种精神的时候 也要保持家庭之间的伦理 但是现在来说 如果可能的话 如果你家里面 这个我两口才住 温柔 那怎么能让第三个人挤进来 不至于非得在我家住吗 那我花个几万块钱 三两万 来了吗 作为这个 这个 这个东家吗 来看我 我作为礼仪上 我给他掏钱 这个找个宾馆 或者hotel moteel等等 让他住 这个也是同样 那种款待的礼仪 或者是心理 对不对 那现在呢 可能更是 有一般经济条件 能出来韩国旅游的 也不差那个住宾馆 那个钱 对不对 接待等等 特别是那些传道人 等等 或者是一些 国内的一些同工 等等来了 那我们尽可能的去接待他 这种精神要保留 特别是中国有 也有这种传统 传道人到处 虽然现在国家在 仅止这个什么跨区传道 但是中国教会 还是有这种传统 那到一个地方去 教会的立场去接待 派某个人做代表 或者是教会有预算等等 给他住 这个租宾馆 或者什么旅店 这样的伙食费 或者是我个人家 甚至有些肢体 家里条件比较宽裕的 房子大的 那直接进入家里 那现在人 有些人可能 你让我去你家 我还不觉得不方便 一个是怕麻烦你们 然后自己也不方便 这样的情况很多 对不对 现在跟那个时代不一样了 我们要实践这种精神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 这个诸多的 我们所处的处境里面 既不丧失这种精神的同时 又能够实践这个话语 很重要 所以在这里面推荐他们去接纳 非比的时候 就是提供这种物质 或者居住上的方面 虽然对我们来说 可能我刚才也说了 可能来韩国的人提前自己都把宾馆 什么的预约好了 但是有一些情况 像我前一段时间接触 这几个留学生父母来送他孩子 说实话 除非家里条件很好 在首尔里面租个宾馆 一晚上可能一千多 一千几的这样的房子很多 他们有的不熟 可能一方面自己干净 要租个贵的 然后但是租一两天可以 但是租一周两周就很有负担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 如果对方愿意又怎么的 我们家里有条件 那当然邀请他进入到我家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种开放的 这种态度和意识要有 当然大家自己都住的那个小窝都不大 然后可能条件也不好 洗漱洗漱啊 卫生间啊 厨房啊 然后那空间呢 都方便 可能没有那个能力 反正根据你的情况 然后我们去实践这个真理 是吧 那种精神 随时准备着 如果有一天临到这样的处境 我也要去实践这种精神 去接纳 接待别人 尽我的力量 按照我的情况 那不能说 我自己都那个 什么都不想 有些人是我们感情好 理所当然你会有这个心 有些人我们之间是凭水相反 没有什么关系的 但是如果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要尽量去帮助 哪怕是他要租什么 哪个地方便宜等等 我们给他们推荐或等等 什么安耐啊等等 指南啊 向导啊 这个基本的那种接待 款待的精神 或者说 哎呀 既然来了 给他请一顿饭也行啊 等等 按照我们的能力 按照我们的情况去实践 所以这种 这种精神要保持啊 为什么这么强调呢 其实大家都是常识都知道 但是因为现代这种文化 是正好跟圣经教导那种 那种接待的那种精神 是相悖的嘛 现代人都是个人主义啊 隐私啊 什么这种都是 甚至亲情之间都是那样 都不愿意让进入到自己家啊 等等这种越来越割裂的 这样的情况 反而我觉得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 这种精神应该保留下来啊 这是第一点 就是在基督里 他就在基督里 在主里面接纳接待他 保罗考虑到他去的时候 担心他遇到问题 所以提前给他打招呼 让他们好好的去照顾他 照顾他 然后第二点呢 提到了第二个 就是保罗是要罗马教会的基督徒们 他在和事上 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 保罗为什么要推荐他呢 第一个 让他们在主里面 按着基督徒的这个体统去接纳他 都是主内弟兄姐妹嘛 当然这个人的人品 这个人的信仰是保障的 我刚才也提到了 有一些异端或者是等等 那个是不能跟他们相交的 不是什么人都接待 最起码对这个人应该有一定的了解 不然的话 像姐妹 你对还有一个情况 传道人来 传道人是弟兄 当然不可能是接纳 接纳他一个单身的姐妹 接纳一个弟兄到我家里住 对不对 这个都不需要强调的 这个常识 自己保护自己等等 各个方面应用 第二个就是保罗 推荐他 举荐他的目的是 他如果在什么事情上需要你们帮助 你们就帮助他 这是一个虚拟语气 假设 所以在这里面 非比究竟他需要什么事情帮助 这个没有明确说 有的学者是说到可能是因为诉讼的事情 这个是没有可靠的证据 究竟非比为什么去罗马 然后他到底有什么困难 我们不晓得 但是我们可以照着一般的这种概念去理解 假如说他如果到了罗马 有什么困难 你们作为当地的坐地炮 作为都是主内的肢体 希望你们去照着主内的体统 像接纳主一样去接纳他 然后如果他有什么困难 你们尽可能的去提供他帮助 这个意思 一般性的理解 我觉得更自然 所以不只是教他们接纳他 而且是进一步强调 如果他在什么事情上需要你们帮助 希望你们就帮助他 在这方面我就不多讲了 其实怎么说 我讲到人们总是考虑两方面 一个是神的话说什么 第二个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作为我们说不好听 大家包括牧师一样 都是外地人 作为寄居在韩国的 我们可能从某种程度 也是弱实群体 需要帮助的人 但是即便如此 当神的话摆在我面前的时候 可能别人有一些人 比我们更需要帮助 比如说对首尔 对韩国更不熟悉 语言更不通 然后可能在某些方面需要我们帮助 所以从这个方面 我们就成为那种不是受帮助的对象 而是去可以帮助别人的对象 所以我们不能说 总是那种意识当中 我是需要帮助的 我是可怜的留学生 我各方面都穷乏 所以我不可能帮助别人 等将来帮助 不 我现在就有力量帮助别人的时候 我就应该带着这种 可以帮助别人的这种心态 这个隐身一点 最近我可能讲的奉献的事情比较多 所以大家不要有压力 虽然我们不是什么律法主义 不奉献怎么怎么的 但是我就觉得 我们的信仰生活和我们奉献生活 物质奉献是我们信仰生活某种指标 不是绝对的 但是它某种指标 所以我作为牧者 虽然你们的奉献不是直接跟我的生活有关系 但是作为牧者我就觉得你们礼拜的时候为什么不奉献呢 不是钉着钱袋子 信仰绝对不是钉着钱袋子 明白啥意思吧 我这样讲的时候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好像基督教忽悠人来教会都是用精力在榨取大家的钱袋的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就说其实因为我也是留学生 我也经过这个过程 我们有一个贫穷的思维模式 我现在是留学生说不好听的 我现在生活费学费 其实某种程度也很结局 靠父母 然后我靠打工 这种心情我都能理解 但是这种固有的思考方式 我们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屏蔽模式 我是我很穷 我根本没有能力帮助别人 所以我是需要帮助的 所以别人困难的时候我也不可能帮助 我自然而然就想 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 这个精神 这种思维模式是错的 再加上进一步一点 就是你看我现在生活都难 我怎么可能有力量奉献呢 我奉献了 我生活怎么办 这个是牧师也经历过 牧师刚来韩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教会里面也不是正式的什么传道人 虽然我是作为传道人来留学的 但是韩国的这种体制里面 你就是留学生 不是传道人 虽然在水路教会牧师 那个中文部牧师邀请我去参与 他是认证我是传道师 但是在韩国教会体制里面不是传道师 所以在正规的那种什么福利资源上 是肯定受限 要教会认可的传道师 当然就什么生活费等等有保障的 但我不是 然后牧师是他体恤我们的艰难 那个时候第二年我妻子也来了 他是给我们努力去争取福利 就像我现在给大家做的 其实我们身边遇到很多人都影响我们将来的做事 我们自己的经历也影响我们将来做事 现在能够看到大家一些苦 能够竭力愿意去帮 这个没有任何捆绑大家那种心情 但是是因为我曾经也苦过 然后在苦的时候别人也帮过 知道那种心情 所以当时牧师竭力 那个时候帮也就是20万 从两个部门出来 一个是宣教局 一个是另一个什么东西 车费 实际上就是车费 20万两个人怎么生活 房租就18万是15万 然后电话费那个时候4万是几万 然后每周还在我家 我带他们学韦斯米斯信仰告白 带着我是作为语学堂的学生 然后去带着道硕的学生在我家 学韦斯米斯信仰告白 然后给他们买饭 买菜 大概每周吃一顿饭要买菜 等等将近需要2万 那这个用经济学的话 怎么算也算不开 对不对 当然那个时候神也给预备 教会的职是什么感动 就叫我去帮忙 以帮忙卸泡菜 从青岛进口 他有青岛 青岛那个韩国的泡菜 大部分都青岛过来的 种植加工 然后用这个船运过来 然后卸车 那种集装箱 卸一车 其实按时间的话就两三万 但是他给我5万 就这样帮助 那5万就一周的基本上 生活费够了 经常每周六的时候 不耽误时间的时候 我就去谢 等等 所以有的时候也是认识的宣教师 偶尔过来看看我 然后塞一个什么信封 什么十万等等 就那样 神就那么养活 那当时什么意思呢 教会里面没有认证 所以我是极其困难的情况 当时我奉献时也有挣扎 我自己定义是奉那个奉献 当时就是奉献一万好像是 其实我的生活 每周奉献一万 其实压力很大的 收入在那摆着的 对不对 很多都不确定因素 但是我觉得1000的话太少 为什么 我们来韩国坐地铁 那个时候是1050 在福山 虽然现在是1250 涨了很多 但是我就觉得这样的时候 缺少诚意 是吧 但是那个时候 我就考虑的一个意念 就是要冲破那种贫穷的思维模式 我是穷人 所以我就不可能浮现那么多 这种思维模式应该改 上帝是我们的 上帝看的不是钱多少 那不是钱多少 那我就奉50元吧 这个不是人民币50元 是韩国的50元 几乎是最小面值 10元是最小面值 那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说奉献的时候 除了教会的经济学以外 礼拜的要素以外 其实对我们来说 也是帮助我们打破物质束缚的一个手段 我们为什么上帝要求我们奉献钱呢 因为钱是最能牵动人心的 虽然旧约里面什么牛羊 是因为要赎罪的那种用 新约里面牛羊已经基督成就了 不需要献牛羊 但是里面还有感谢的牛羊 古物物质奉献是礼拜的一个环节 所以当我们以色列百姓 信仰腐败的时候 表现就是他们把最次的献给神 甚至不守节 不守安息日 不守月节 甚至不献祭 但是献的时候腐败的时候 也是献上残疾的嘛 那这个残疾的羊 其实就表明了他对神的心嘛 看重财物比上帝更高了嘛 所以丢子没什么意思 我们奉献的时候 我们会心疼 因为我们经济本身也不充裕 所以新约里面 耶稣称赞的那个寡妇和财主奉献 一个是丢了两个小钱 耶稣说那是他的全部 他养生的 所以他奉献的最多 耶稣看的是心 那相比量的那个财主 倒了一大袋子 耶稣说那个人是他有余的 对于他一袋子钱 可能就像他吃个 这个冰淇淋的钱一样 大家有没有吃不起700元 这个不是人民币 网上的人可能会误解 韩币700元的这个冰淇淋的 吃不起的 或者说这个麦当劳 或者是这个汉堡王的 那个500元的 800元的冰淇淋吃不起的 没有对不对 那种能力还有对不对 所以什么意思 当我们去这样做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产生 我自己其实也困难 这个是现实 但是我不做的时候 我觉得合理 但是我实际上是没有遵守神的话 我们始终就被那种 这种怎么说呢 不信主的人 一般的这种经济学的原理控制着 眼前摆着多少 然后花多少 不是凭着信心活 我说凭着信心活 不是让你不攒钱 我们应该带着信心 这是应该的 我不能偷取神的东西 无论是失忆还是感恩 这样做的时候 一开始是心痛 一开始总是打算盘 牧师也经历过 刚做传道的时候 也是没有固定收入的时候 一旦有人帮助进来钱的时候 那个心里挣扎很多 就算这个钱怎么打 电费的问题 房租是没问题 房租是因为当时我姐姐的房子 我当时房租方面是不需要有压力 但是你也在考虑什么电费的问题 管理费等等 怎么打 有钱的话就不用考虑 因为我们结局 所以算 但是后来发现我这种贫穷的思维模式 结果我就成为物质的奴仆 结果我不是以那种凭着信心 因为凭着信心的话 上帝外有都是上帝的 上帝既然将他自己爱子赐给我们 岂不过讲一切赐给我们 那我们就脱离了祝福 对不对 至少是在信仰和心理上 虽然我们一无所有 但是我们却可以坦然 这个和傻那种坦然不一样 是因为信所以坦然 虽然我们隐情 我现在没有太多 但是我在物质上是自由的 所以我该尽各样本分的时候 不会因为我 目前好像不富裕我就愁畜 顺服神的事情上 礼拜神的事情上 我不犹豫 这种心理是自由的 或者说是富有的心态 所以不能总是贫穷的那种模式 牧师曾经在国内 服侍一个农村的郊区的教会 郊区里有个残疾的弟兄 也是我非常重要的同工 脸赞美带着传道 经常他给我评价的弟兄 就是他 他是残疾 所以他经常去捡矿泉水瓶子等等 那我呢是不需要捡矿泉水瓶子 但是后来为了帮他 所以就到处留意 无意识的就有矿泉水瓶子 总想捡起来给他攒着 但是后来有一天 我就发现我变成乞丐了 我变成那个石垃圾的石荒的人 石荒的人不丢人 因为他生活所迫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就发现我怎么这种思维模式 天天眼光盯在垃圾桶上 这个很可怕 明白啥意思吗 我的思考模式 我的精神已经变成那种 虽然不是靠着捡垃圾 收费品生活 但是我却成为这样的人了 思维模式很可怕 所以我用这个不是忽悠大家奉献 但是我想其实大家不奉献那个理由 原因我充分理解作为留学生 但是我希望大家 你的心灵里面要自由 至少不要成为物质上的 这个贫穷的思维模式 再也就是我们汉族人 是咱咱咱 这个银行里不 以前是存个几千 现在是存个几万 现在存几万其实也不安心 越多越好 没有存款的话心里就不安 这种过日子的这种 节俭和攒钱 保障将来要做什么 这个是符合基督教的原理的 不是说日光足 不是那个意思 一天就照光了 然后明天不管 不是那个意思 但是这种 把心里放在看得见的物质上 我的钱多少 然后我就心里到那个限度 这个是不是的 其实某种程度 大家是富裕的人 因为大家都赚钱 对不对 打工 甚至有的人都攒几千万的 这样的也有人 对不对 几百万称的也有 不是说大家没有 但是大家那种思考模式 然后结果你发现 你在别的事情上 可以某种程度自由 比如说想吃个烤肉的时候 你吃个一万五的资助 不可以吗 一万八也能吃 但是我们却在奉献的事情上 很酷 允许我这么讲 那为什么这样 大家的信仰的那个价值 神在我们心中的分量就低了 同样 这个和接待也一样 我们常常觉得 我自己过得都这么结局 我哪有能力接待 就自然屏蔽了 那种思考方式 已经把自己和接待的事情无关了 这个命令 这个教导跟我没关系 这个思考很恐怖 基于大家的现实的情况 基于牧师曾经也经过这样的过程 所以我曾经讲十一的时候 跟大家提 十一其实也是一种 帮助我们脱离物质束缚的 一个很好的办法 心疼吗 说明我物质在我里面捆绑很深 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汉族人 所以弟兄姊妹 这方面大家要留意 关于大家自己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我把这个道理讲清楚 希望圣灵在大家心里做工 自己要决定如何在信仰上 突破这种在物质上这种贫穷的思维模式 或者是受捆绑的思维模式 最重要的是神的那个价值 对神的认识那个价值要提升 不然的话 我们肯定是把钱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对不对 牧师也一样 人如何花钱 我们的价值就在哪里 财宝在哪里 我们的心就在哪里 而财宝 钱 就是我的钱花在哪里 说明那个事情是我心中最看重的 真的是这样 是不是仔细品 圣经里面教的那样 那为什么我在别的事情上 花钱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能相对不太犹豫 但是我在奉献的事情上却这么谨慎呢 说明我们的心里面的分量和价值 没有照着神该有的那个尊敬尊敬他 上帝不需要钱 我们奉献的其实那钱都存在教会的账户里 给教会分配什么宣教教教会的费用 包括给工人的工资 包括什么救济贫穷 大家有的时候拿奖学金 有特殊的奖学金奉献 然后大家有时候那个什么救济金 那也是其他圣徒奉献的 所以其实当教会以群体的这种团体的这种立场去宣教也好 救济帮助某些人困难的好 那个资金都是靠着平时大家自己献给神的 然后教会派出代表财务管理这样做的 不然的话教会账户里面没有钱 那我们可能维修什么电费等等 或者我们搞一个会时的时候搞活动 那个经费都没有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钱都是在地方教会 地上教会教会来用 旧约也一样 给上帝献的牛 当然献祭有的是完全焚烧的 凡祭 然后还有平安祭什么面 还有举的那个腿或者胸肉 举一举 神就运了 OK我收到了 然后那个肉实际上给那些 会墓里侍奉的那些没有地 没有产业的那些立位祭司吃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都是地上教会在用 我们自己在用 但是我们奉献的那个物质神远哪 好我穿插这个奉献的比较多 精神是一样 跟今天这个接待一样 我们的条件现实来说 说不好听 大家租的房子也不大 然后大家可能经济条件也不那么宽裕 等等 甚至合租的根本不可能接待别人 但是我们要心理预备好 这种接待的本分 这种精神要善于去接待别人 不能说直接屏蔽了 这个跟我没关 我没有能力 没有条件 这个是不对的 当然有一天你条件允许了 或者是你力量允许了 以恰当的方式去顺从这个话 这个是需要的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第一是让他们去提供食物住处 去接待他 照着基督的这个体统 第二个就是 如果他需要什么帮助 尽可能帮助 那我话再说回来 我们中间其实都是留学生 留学生有的人赚的钱多 弟兄们和姐妹不一样 那像恩赐这样的 像刘成这样的上工地 或者什么打工就赚的多 像王林和这个慧文啊 什么安然呢 那你上便利店那个赚的 那还有一个当那个部体了 还有帮代课呀等等 那收入就不一样了 大家中间那个收入的层次 也就不一样 能力也不一样 但是有些情况呢 我们中间突然有人有病了 这个病已经超过 他个人承受能力 我们中间弟兄姐妹 应该互相帮助对不对 然后那个其实前一段时间 我们跟大家讲啊 我那个最近一直忙 其实整个压力挺大 一直大家看我朋友圈 看的火挺潇洒 又晒吃的 又发言论 又这个出差 好像全是发风景话 其实教会的一些事故 然后再加上我压力大的时候 我是借着那个一种出口 一种宣泄 一种自己调整的一个方法 然后以为怎么样 其实压力很大 27号之前要交那个报告 就是论文计划书 交了审核通过 才开始正式学论文 其他的程序都准备完了 然后这段时间又去澳门准备 然后现在周一是上课 去见教授 论文知道 晚上学拉丁文学到9点 到家10点多 然后周二是 周二是晚间上课 但是周二一天在备课 然后周三是我们 白天在备课 晚上是要义讲 然后周四是上午上教课 这个学期在一个学校里面 教两门 一个是要义第二卷 一个是神论 所以然后周五呢 我们祷告会白天准备 周五相对轻松一点 所以你怎么什么世界写论文 这个压力很大的 所以就这样是的 那什么意思呢 好像很轻松 其实压力也很大 那么大家其实也是有这种压力 那我就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精力去顾及这个事情 像刘薇他爸爸得了那个癌 然后在治疗呢 虽然不是恶化的太恶化 但是也在治疗 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多少 虽然大家是留学生 我们应该多少那个集一个资啊 互相有感动奉献去支持 我们中间一样 有一些人身体那个特殊的病的时候 自己能担当感个冒就无所谓了 是吧 去看看 买个吃的安慰安慰 祷告等等 那有一些特殊疾病 我们互相担当 这样的是有需要的 这就是实践嘛 虽然这种情况没有最好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实践嘛 我觉得呢 就等我27号结束以后 我觉得咱们大家也是这个刘薇这个事情多少表达一下 毕竟他也是在海外 虽然他比我们强 他不需要这个交报告上课的压力 应付学业的压力 但是其实带着孩子老公一块 在韩国生活压力其实也挺大的 作为外国人那样的压力 身体疲惫的时候 照顾孩子呀等等 然后又爸爸这样的事情 心里面其实很痛苦的 在身边又照顾不了 然后经济上自己如果衬他个几个亿的话 甩个几千万 心里还痛快点 但是钱又拿不了多少 回去又看不了那种心情 对不对 所以我们作为肢体 考虑到他的痛苦的时候 我们能做的除了祷告以外 稍微尽一点力 一个人力量可能弱 大家聚在一起 就稍微力量就变得大了 所以这样对他也是个鼓励 我们是一体 我们互相帮助 无论我们中间谁都一样 其实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稍微这种在物质上的帮助 就表达了我们是 这个我们都是肢体 这种就算我们是穷留学生 我们之间也要尽力去实践这个方面 所以当然这种去实践的时候 我们好像是拿出来 这个本来应该计划攒到多少 做点什么事情 拿出来好像损失 但是你发现上帝因着我们这样顺服 他喜悦 他可能会 你既然懂得如何去 既在钱财上自由 又懂得去按照神的原理去花的时候 上帝也会给你托付更多的财富 物质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想 传道人可能是这方面不能太期待 传道人 因为没有什么收入 你们是将来有很多可能的 比如说工作等等 是不是 现在是撒肿的世界 现在好像穷 在极穷之间 极困难之间 表现出这种在信仰上的忠诚 在物质上的自由 难道上帝不会把什么 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托付给我们吗 其实都是这样 所以盼望大家一定要这方面思想打开 别以那种穷人的思维模式 你看哎呀 怎么怎么 其实你撒种 农民撒种的时候其实是纠结的 撒下去的是种子 是粮食 如果把粮食吃了的话 秋天就没有收 但是撒了 好像是损失 最终收入 那上帝他万有都是他的 他把财富托付给什么样的人 忠心懂得管理财富的人 给种地的 明明知道这个仆人给他玉米 他都捧苞米花去了 然后他不种 主人不可能托付给他 对不对 懂得管理的时候 会把更多的财干托付给他 管理钱财 所有的我们的人生都是属主的 所有的你的资源都为了神的荣耀 神的国 神的旨意去用的话 上帝也会把更多的托付给他 所以我们要摆脱这种贫穷的思考模式 这是我经历过的 真的 那种我们穷过的人 那种滋味 我能理解大家 作为留学生 所以我盼望大家将来的人生 因着你的信改变 因为你们现在有太多的可能性 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不知道 但是现在你是什么人很重要 现在就训练自己敬为神 然后顺从神的旨意 然后应亲 然后打破那些束缚 这样的时候 我相信任何时代 那些敬为神的人 绝对上帝不会 暂时可能试炼他 让他绝望困难 但是上帝一定会留意保守 那些敬为神的人 但一里 在那样的异教徒的国家 能够被当为总理 那是神给他智慧 但是其中他是在神的面前 忠心遵守的人 宁可得罪王 不吃宫廷的那些 祭国偶像的什么等等 这个解释就多了 他这样持守作为犹太人 正因为如此 在那种异教的国家 上帝抬举他都可能 是吧 更何况 在中国这种什么靠关系等等 我们看着不可能 但是你要真的去遵守神的道 一方面可能受逼迫 另一方面难道上帝 不会在这种艰难的环境当中 给你留一个空间 让他那些敬畏他的人 在某些重要的位置上为他做见证 虽然不一定什么高层的干部 但是那些重要的领域一定会给敬畏他的人留着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自由 一定要放胆 不要因为我当下这个结局 我都这样 所以我就在基督徒的这个美德的操练和实践上 这个节省 在别的地方节省 我衣服少买一件 我这个好吃的少吃一顿 但是在在属灵的投资上千万不能这个节省 希望大家这方面 你自己挑战自己 牧师不挑战你们 但是你自己要挑战你自己 让你做物质的主人 在基督里做中心的管家 所以我们看到他吩咐 这个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去接待他 帮助他在什么困难和物质上 有缺乏的是要帮助他 所以这个问题可能对于我们实践上有困难 但是我还是说这个话跟我们不是没有关系 所以我就延伸了 包括接待的实际的问题 包括在物质管理的问题 在物质上侍奉神的问题 我就提到这个问题了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突破这种认识 这种思考模式要改变 然后最后呢 他再提到让他们这样接待他 让这样帮助他 又加上了一个理由 保罗又加上了一个理由 要罗马的基督徒们 在菲比到他们那里的时候去接待他 并帮助他 为什么要帮助他呢 他加了一个理由 因为他素来帮助许多人 也帮助了我 菲比这个人 刚才也谈到了 他可能是在经济上是某种有一定的地位和财力的 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个帮助 当时那个 当时这个尖戈里啊 它是一个非常一个港口 非常繁茂的一个港口 所以这种外来人来回流动肯定很大 在那样港口城市里面 外来人那么多的那样的教会 肯定有许多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菲比呢 他就常常这个解囊 去在物质上 去在物质上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个帮助这个词呢 就是 Prostatis 这个希腊单词呢 是施恩者 什么 就是特别是帮助那些外地人 是提供住处财务上的帮助 什么经济上的支持等等 就暗示 他是常常去 在物质经济上 去帮助别人的人 他不止帮助保罗 他帮助到很多人 同时也在保罗的事工上 帮助了保罗 所以保罗提醒他们 你们这样接待他 因为他这个人 平时也是帮助了很多人 一方面借着这个姐妹的 这种乐意帮助别人的 这个美德去激励他们 让他们也去帮助他 而且他这个人 竟然这么乐意帮助别人 你们也多少去 让他去的时候 别太为难款待他 所以提供了这样的理由 尖格力 劝勉保罗 保罗劝勉罗马教会的 这种姊妹 以这样的接待他 去回应 这个姐妹的这样的热心事奉 那其实呢 涉及到结束的这个问候啊 等等这样介绍的事情呢 其实我考虑了很多啊 就是要不要讲 略过讲 其实因为有很多难处 从历史考究的时候 有意思 讲到这个背景的问题啊 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和故事啊 然后 然后我们引申一下思考 我们今天的教会 如何去 回应这样的内容啊 有一些是文化因素 但是有一些是基督教精神 在我们的处境当中 如何去实践的问题啊 所以今天呢 我们看到保罗 推荐这个非罗马教会的这种姐妹 尖格力教会的这个姐妹 他是这样的人 然后去罗马的时候 希望他们去接待他 款待他 不要让他遇到难处 同时可能也是委托他 把信带去啊 所以在基督里面 彼此款待和接纳 这种具体实践 彼此相爱 是这个里面 已经包含的这个精神啊 罗马教会和弟兄姐妹和非比 没有见过面 没有什么亲人和这个礼尚往来 但是因着主 在主里面去接待 第二不仅是宣教策略 更是在基督里合一合作服事 保罗 有的人控告保罗 是这个人太聪明了 总用言语去牢笼人啊 有的时候看保罗讲话 确实很有技巧 如果我们单纯从这个人的 技巧方面理解的话 那就忽视了很多重要的 我们不否认保罗是一个智慧的人 但是他是真实的 根本不是单纯去忽悠大家 用言语牢笼他们 他这样问候祝福的同时 也是当然考虑到宣教的策略的问题 让罗马教会弟兄姊妹去认可他 赞同他的护照 然后去接待他等等 这个考虑 但是更重要的是 在基督里的合一合作 我保罗去传道的时候 希望你们支持 这是一种事工上的合作 在基督里面 更大的图画里面去看这个问题 然后非比热心帮助众人 这个美好的见证 从我们从他身上 虽然我们可能经济上 不如他那么富裕条件 但是那种乐意帮助别人 有能力的话就尽可能去帮助 量力而行 竭力的去 像菲利比教会是极穷之间 超过他们的能力 不但愿意 甚至超过他们能力 保罗称赞他们 所以不一定 其实我个人也体会 我做传道人 偶尔有些肢体也有感动 奉献那样 帮助我的这样的情况 不然的话 我也不可能买这个装备 对不对 那点生活费 维持我俩生活费 给我哪有钱买的 就是在帮助我的人当中 我也能体会到 有的时候我们也期待一些 有钱的金融姐妹帮助 说实话 这种心理没有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事工当中 也是需要资金去支持的 但是你发现 那些真正奉献的人 很多都不是真的有钱人 真的有钱人 他们还真不奉献 就算他们奉献 也奉献在有名堂的地方 奉献了有面子的地方 那样的人奉献很多 很多默默无闻的肢体 令我们惊讶 他们超过自己能力去奉献去 这样的情况很多 每一次遇到这样的时候 其实给我们带来很大鼓励的 按理来说 他们比我 作为我牧师比我还困难 但是他们却 有的时候一般我都拒绝 我说不行 但是他们表达 那种情况我们不能拒绝 那样的情况很多 虽然奉献的金额不多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是很大的钱 在我看来 所以很多的时候 不是有钱人奉献 躲在神的国里面 靠有钱人推动 那样是极少数的 更多是靠着那些真心爱主的人 他们愿意奉献 并且超过自己能力去奉献 所以弟兄姊妹 大家关键 不是大家经济 有没有能力的问题 明白啥意思吧 我讲这个话 不是忽悠大家奉献 你奉献的钱 也不会到我这里来 所以明白啥意思吧 打破那种思想 等我有钱的时候 我再奉献 现在 现在就训练自己爱主的心 在物质上脱离这种物质的束缚 这种思考方式 小的事情上 如果你都做不了 将来有一天给你个几亿 你根本不可能奉献 是吧 越有钱人越贪婪 越有钱的人 这个对钱 越抓得紧 所以弟兄姊妹 盼望大家能够从非比的这个热心 侍奉上作为美好的见证 做我们一个激励 在这个自私的 个人主义的 注重隐私 经济艰难的处境当中 经济艰难 国内现在也难 韩国其实也难 其实越南的时候 大家有更多合理的 这个不奉献 或者是攒钱 观望 这种理由 但是基督徒不能塞住 那个顺从神 在物质上 侍奉神的那种心灵 有的时候说 不可塞住 怜悯的心 看住 有需要帮助的人 其实就应该帮助 不然的话 塞住 那个感动的时候 其实 我们就沦为 那个物质的努力了 有的时候不舍得 等等 彼此间不仅在信仰上 在实际的物质上 也要彼此分享 就像罗马教会 弟兄姊妹和菲比 有什么关系 肉体上没关系 地狱上也没关系 但是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因着基督 为着基督 他们之间都是肢体 所以去的时候 有困难的时候 保罗鼓励他们 在信仰上 物质上互相 不仅在信仰上 在物质上也互相 帮助彼此分享 这个就符合 这个 伊卢萨兰教会 当时那个 没有人以为 东西是自己的 虽然不一定 今天教会 废得反物共用 但是那种 没有人认为 我手里的财富 是我自己的 这个不是推翻 财产私有制 但是管理财产的人 他们的意识 不认为 那个是我的 他认为 都是神 所以他们 反物共用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 认为东西 是自己的时候 他们就 多的没有余 少的没有缺 这个就实现了 原来在 以色列社会当中 没有办法实现的 那种公平的 爱的社会 避免那种 极穷极富之间的 两元化 今天现代社会 那种纳税的原理 也是这个原理 有钱的人 纳税更多 让那个税金 是用在什么公共 包括贫穷人 的这个等等 让这个不至于太差距 越有钱的人 责任越大 这种精神 原本是从基督教里来的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能够明白这一点 这个话 虽然谈的是 这个介绍的事情 但是里面包含了一些 我们可以学到的一些 教导 原神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时间 一起来祷告 所有的弟兄姊妹 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像那个